就是二大爷带我来吃这烧本家羊头肉 二大爷说这是他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吃的一家店 在北京真算是一个老字号了 我今年33岁 二大爷说这店皮我岁数大 大家都知道像那种小餐饮特别容易被模仿 但是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模仿他们家 因为就切羊头肉这刀工 你没几十年的功夫你就不行 人家这一家小店承载了人一家三代人的心血 底条这羊头肉一片出来 每块都带着皮筋肉 而且都透链 而且二大爷也是同心为民 特别爱看大姐切羊头肉 这白水羊头一上来 马上给他撒上椒盐 而且卖的也实惠 这么一盘怎么也有四两 才卖三十八 来一个刚出锅一掰就掉这儿的芝麻烧饼 把羊头肉给他塞满 再配搬羊头 二大爷说这叫经典老三样 这他们家羊头真得说一下 现在好多地儿喝完羊头 你是不是觉得发渴 说明那个就是这只那只给你勾兑的 人家这真是拿了真材实料给你熬了十个小时 而且他们家把羊身上的器官做到了极致 什么羊眼羊蹄羊蛇羊脑 除了羊毛没吃 估计也知毛衣了 剩下的是一点没浪费啊 这羊到他们家也是倒了霉了 然后温馨提示一下 就他们家在炒鸽子跟羊肉村面 就这味道好的 真容易让你吃多了 停不了口 今儿真是又是吃多了 这顿饭吃得够意思